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去抓一些昆虫 你见过接近30岁的人抓昆虫吗 你计算是自诩健身多年 四处找人挑战掰手腕 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合作是天哪 对 真的 太开心 太棒了 真的 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日鹏 我是张雨昕 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 陶渊斌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帅气 然后非常义气 而且他是有很多守护灵 他是一个灵力非常强的 一个非常给力的队友 夏琳呢 虽然他只有一个守护灵 战斗力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和可靠的伙伴 当然也每次都已经被夸了 这是事实了 这部剧是两位老师的首次合作 还记得和对方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 定装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 那个时候我从镜子里面看了一眼张老师 镜子的反射看了一眼 对 然后后来就拍照 然后简单的打了一下招呼 是的 知道和对方演对手戏后 有去社交频牌上搜索过对方吗 哎 什么 你这样问就问 我老老都知道这个 好几年真是 好几年真是 既然两位彼此之间都有所了解 现场考一下雨昕 为什么锐鹏有个外号是锐姐 那是通俗的叫法 是这样的 之前呢 我在那个微博台注册之后 我是被莫名的分到了美女欲组 所以说那个时候粉丝就叫锐姐 合作之后对对方的评价是什么 这还需要评价 太好了张老师 好老师太棒了 我的天哪 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合作是千大了 对 真的哇 太开心 太棒了 真的 既然二位对合作评价很高 接下来请两位老师摸着良心 诚实回答一下几个职认问题 两位谁更幼稚 其实也不能算完全幼稚 年轻 比较童心 童心 对 要保持这份 这份童真 有举个例吧 我会去抓一些昆虫 你见过接近三十岁的人抓捧虫吗 好像没有吧 我觉得是因为他很就是有趣 而且那个有趣呢 是看起来比较小朋友的有趣 所以就是有趣 你会捉虫子吓唬其他的童租演员吗 没有 我绝对不会是故意去吓唬他们 我会给大家参观一下 谁更爱撒娇 撒娇 我觉得是雨昕老师 在戏中更爱撒娇一些 因为在毕竟线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撒娇 雨昕老师比较的生猛 比较的生猛 好像并不太需要 对吧 但戏中的话夏琳是金 夏琳是金 偶尔会有这种 赞名 嗯 好像也不算有 好像不是有 但是可能在桃圆斌的眼里 看起来它是那种 赞名 雨昕老师的勇猛体现在哪个方面 自诩 健身多年 整个时候自诩了 四处找人挑战白手弯 但是都已惨败高中 他跟我助理一挑战过 然后我助理大获全胜 哎 没关系的 要正视自己的 就是说这个手腕稍微欠点力量 这种感觉 谁更容易炸毛 嗯 戏中的话是他 嗯 戏中的是我 我平时也不用炸毛吧 大家都是和蔼可亲的好人 上班就不用炸毛 曹野鸣呢 是在戏中是经常炸毛 一言不合就炸毛 遇到坏人也炸毛 说生气了也炸毛 不服输 大家和自己的角色反差还挺大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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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 我不能一言不合就拿棒子去敲别人吧 对吧 太有犯法呀 对吧 我走的路上 我许初出来 打他 也不可许是吧 两位拍到现在 电场发生过让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就是昨天 因为昨天 我叫醒北洛老师叫了三天 我的情形打 北洛在后面一直睡觉 然后女士老师一直在后面拍他 快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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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因为带关系和拍后面 都会带走他们 他们一直在后面 快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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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播出之后 你自己特别想发弹幕的戏是哪一场 我觉得打石火王 大家应该看着挺燃的 嗯 对 有可能就是一些打架呀 这东西有可能 哇 好帅呀 哇 好漂亮 哇 这个动作好厉害 哇 嗯 这样 因为我们石火王 还有两个人一起打的 对 拍戏时最爽和最痛苦的时刻 分别是什么 最爽的时候 睡在那儿演的时候 那儿演的时候 那儿演的时候 不用干 最痛苦的当然就是 起来打架了 因为什么上过牙 翻滚 然后又要用劲 然后飞过去飞过来 是比较痛苦的 两位老师睡眠质量如何 非常好 我一般就几秒钟睡着了 而且睡得特别早 对 嗯 模仿一下对方的招牌动作 这是我的一个棋手式 看戏里面 就是会知道了 仔细看戏 你一定会知道这是什么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这样 那这这这手里有根棍啊 哈哈哈哈 你这边出去魂 就是三分三分轻 真真真相亲 这些动作是武术指导老师设计的吗 不不不不 我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是对戏 和对这个角色有力 有理学的 哈哈哈哈 觉得自己最热血 最燃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跟你演时 我演你 我演你 你演你 你演我 我记得 我演你 我演你 行吧 那个能拖吗 每次叫守护灵的时候 穿的挺燃的 不管是叫徐楚还是点位 还是什么的 点位徐楚 我觉得都挺 很麻气 对 女戏呢 我都说了别打了 可以 很燃的那天 我控制了一场打架 很燃的 要不然他们就要打架了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能拥有一个守护灵的话 你会选谁 我就要李轩元 就我自己的 这个系里面记得 因为我觉得 我的理训员挺好的 他打架很厉害 而且他还可以治疗 长得又帅 最后这个 这简直你全能守护灵 我要桌影 桌影可以造梦 我就可以天天做美梦 我还可以去开个店 让别人做梦 收费 目前拍摄已过半 剩下没拍的戏中 两位最期待哪一场 期待拍 《炉花鼓楼》里边的戏吧 因为《炉花鼓楼》 拍完就杀青了 开个玩笑了 因为《炉花鼓楼》里边呢 不会重建 我的妈妈 就是为了去找他嘛 然后第二呢 也是《炉花鼓楼》里面 有一些大boss 也期待剧情之后的一些发展 嗯 如果这个剧 《两个腰上热搜》 会是什么热搜标题呢 《炉花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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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爆了你 上边了 对 郑魂街爆火全球 郑魂街迈出海外 哇这个多好 我的天哪 《炉花鼓楼》 直接就是爆了 就说明我们这希望 到这封 郑魂街采访 你敢看吗 诚诚 这个画面是曾相识 用接词的方式向大家安利这部剧 改 看 啊 你敢看吗 你直接敢看吗 敢看吗 夏琳和曹彦斌去骑马 曹彦斌和夏琳去 宝布 准备 准备 三俩真是爱运动 这张我们俩画漫画 你真是有点为难人了吧 走 太满意了 我把自己画的简直丑飞了 帮我把这画扔了 谢谢 天呐 你的是 哎呦咱俩这板不也 我们去跑步有什么缓转呢 我飞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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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讲一下我的故事 就是说呢 咱们跟夏琳约好说 走一起去骑马 然后他们俩就去骑马了 然后马就把他马摔下来了 然后马就跑了 然后他们俩在后面追马了 反转吧 他们本来打算骑马 没想到马跑了 他们俩要去跑步了 就到他这儿了 嗯 好 我就先给了一个大拳 好 我就先给了一个大拳 一个俯视的 两个人在一个道路上跑步 两边是树 就是可能是一个公园吧 然后再给了一个小拳 两个人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前面是曹云冰 后面是夏琳 然后呢第三幕就是一个进景 前面前景是曹云冰在前面跑很开心 后面是夏琳疯狂的在追 然后最后其实啊是曹云冰在做梦 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画作 非常棒 非常棒 我根本就不用评价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说他很好 而且这个还有远近景 这绝对拍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 我这个玩意的分机啊 这是一个短剧 哇 你这个100分 我得给他99%的骄傲了 最后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 希望大家呢 能够来看我们的剧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剧 谢谢 拜拜 y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